大律師公會的聲明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認為法理的依據以及證據的支持 都是比較薄弱的 我想首先大家都會關注一些 講一講的證據 證據的基礎薄弱的原因 其實就是就算港府自己 其實都沒有提出了一些專家的意見 來支持或者證明為什麼選舉 我這裡需要強調的就是 為什麼選舉是需要押後一年這麼長的時間 我想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的聲明其實是沒有忽視公眾健康 或者是肺炎會帶來對公眾健康 可能會構成的一個影響 但是要延後到一年 大家都知道其實就是牽涉了 可能是和《基本法》有衝突的 一會兒我會交代 一個這麼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可以在不足夠的證據支持之下 一延遲就一年這麼多呢 也沒有證據就是說政府曾經考慮過 或者很盡力地去考慮就是用一些什麼方法來平衡 令到那個選舉可以在不損害公眾健康的情況之下 來進行的 這個其實是必須的 原因其實就是在法律上面 《基本法》第26條已經保證了選舉及被選舉的權利 這些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來的 逢親牽涉到如果這個權利是會有損害的話 或者會有衝突的話 其實必須要作出一個平衡的 但是沒有證據顯示 香港的政府曾經盡力嘗試過研究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保障到又可以行使這個憲法權利 就是進行這個選舉 又不損害這個公眾健康的 沒有這一方面的證據 當然政府也沒有公佈過 或者有什麼措施 是可以將兩個平衡得比較好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覺得你一然後就是一年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它是交代得相當不清楚 而且是沒有證據來支持的 為什麼沒有考慮過就是不要延後一年 比如兩三個月其實很多外國的國家 其實都已經說的就是 他們會是就算延後的 都可能只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 這個其實是可以作出平衡的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 政府是嘗試做這樣的事情 法律的理據那方面 政府就一去到底 就是提請人帶來去釋法 我們就會覺得首先 《基本法》第69條就說明了 其實是立法會除了第一任之外 其實每任都是四年的 自然這個其實就是違反《基本法》的 如果你要延後一年的話 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呢 就是要即時提請人帶釋法 給人的感覺 我只不過是提出這個質詢的 給人的感覺 會不會是其實特區政府 是很擔心有法律的挑戰 因為這個是違反《基本法》的 其實已經有了一個目的了 已經是希望延後一年了 有了這個目的 你就嘗試令到這個目的 是必定達到的 不會受到任何的阻撓的 所以就提請人大常委來做這個釋法 我們覺得其實這樣做的話 是會帶來對香港的法治 一個衝擊和打擊的 為什麼呢 其實選舉絕對是香港自治範圍以內的事 高度自治其實在《基本法》那裡 當然是有保證的 這些情況為什麼要向人大常委 來提出釋法的請求呢 這個會不會對香港的法治 高度自治會造成這個打擊呢 這個是我們已經提出的觀點 票期間行政長官認為投票或者點票 相當可能受其中一個就是 危害公眾健康的事故妨礙 危害公眾健康這個簡直是寫了在這裏 是一個針對性的條例來的 既然有一個針對性的條例 為什麼不用呢 所以我們是很合理地 提出這樣的質疑 當你有一個針對性的條例 特別是就這個情況 寫得清清楚楚 公眾健康的 最少這裡解釋就是為什麼不用呢 有一條現成的 現存的 和差不多度身訂造的一個條例在這裏 為什麼你不用呢 這個緊急法我們講得很清楚的就是 為什麼它不適合呢 因為很明顯現在它是在接受挑戰的 會在這個終審庭在CFA那裏 可能會有一個裁決就著蒙面法那方面 已經提出了會上訴到終審庭那裏 萬一到時終審庭 是裁定是不合法的 不合憲的那怎麼辦呢 這些是必須要關注的 為什麼會寫意取難呢 有一條條例是這麼清晰的 而另外一條可能是會受到很嚴重的挑戰的 我們不明白 我們就不知道有人來去決定 我想好像如果說回挑戰那樣 既然政府其實已經說了 說會提請這個人大常委來釋法的 大家都明白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的就是 其實港府會不會其實是擔心 正是擔心會有挑戰呢 所以就即時 雖然這個是內部事務來的 是根據《基本法》 其實是高度自治的範圍以內的東西 所以都提請這個人大常委會來釋法 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由釋法這個過程來去做的話 你任何的挑戰都是沒有意義的 對這方面 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講法律 我又看不到有任何的基礎 就是起碼我自己 我有反省 那我趕快看 因為人家這樣說的嘛 那我看完再看 但我都看不到哪一些 那它也沒有很實質地去說 我們有一些什麼的政治目的 那講法律 那為什麼會說我們有什麼政治目的 它也沒有說我們有什麼政治目的 那我們事實上的確是沒有政治目的 那我們是說出那個法律 還有那個證據 那個依據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法律的層面 被DQ的那四位議員 我想有個分別在這裏的 他們其實被DQ的就是這次的選舉 就是被選舉的權利 因為選舉主任就裁定他們是沒有資格去參選的 但是這次的選舉其實已經延後了 那他們會不會喪失那個議員的資格 其實理論上 起碼我個人就認為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他議員的資格是沒有被褫奪了的 但是政府其實就著這一年的真空期 真的延後了這個選舉 這一年的真空期 其實是沒有一個完整的配套 是講清楚究竟這一年裡面應該要怎麼做的 他只不過是說尋求人大釋法這樣 那到現時為止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這一年真空期可以怎麼做 坊間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些就是說只是就緊急的事情來去開會 有些就說臨立會 那就是不同的提議都會有提出來 但是我想強調的一件事就是 不是由大律師公會來到去提議 或者是告訴政府不如你怎麼做怎麼做 就是我們也都不覺得這個是我們的角色 我們只不過是提出的就是沒有理據 沒有法律 沒有堅固的法律的基礎 以及沒有一些很充實的法律上面的證據 或者是證據那個層面是相當之薄弱 來支持押後一年 至於應該要怎麼做 或者是怎麼做才可以令到這個押後一年是滿意的 我想這個不是我們的議題 也不是我們集中想做的一件事 我們質疑的就是因什麼事幹是一年 為什麼會是一年